天气逐渐转凉 吃火锅是不错的选择 有业者利用极致刀工 专业分切出厚度 只有0.12公分的黑猪里肌 极薄肉片 入锅清算5到10秒 细致鲜嫩 另外也可以搭配四季 无论是参烫 热炒 中式或西式 发挥巧思 就可以变化出不同料理 黑猪肉本身 就会比白猪肉来说 它是高档的一种猪肉 风味和口味上更香 然后更软嫩 肉质上面也会更加的 Juicy Q弹 通常0.12公分 唯一最适合的就是 拿来算火锅片 那基本上一算下去 3到5秒钟 马上拉起来 风味跟口感 是跟原本传统的火锅肉片 是完全不一样 特选白肉火锅片 来自猪的附鞋布 肉质细嫩多汁 带有丰富的油花 很适合拿来做蒜泥白肉 或者是一般沾沾酱也很好吃 这间位于板桥的食品加工厂 成立至今超过50年 主要从事冷冻肉品加工批发买卖 从一开始的市场摊贩 到百货公司设立专柜 不但供货给本土连锁超市 也受到各大餐饮店的青睐 而其中这个薄到透光 厚度只有0.12公分的 黑猪里肌极薄肉片 也是领先业界独家销售 我们的极薄肉片 厚度是切到只有0.12公分的厚度 跟一般的火锅片 是切0.2公分的厚度 更加的薄 口感来说是更加的Q弹还鲜嫩 大概就是在85度左右了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关小火 因为你大火的话 它会一直的缩 现在只要一片片的下去 夹开就可以了 像这样有白白的话 它就快熟了 将黑猪里肌极薄肉片 放入滚烫热水中 来回算不到5秒的时间 就能迅速熟透 黑猪里肌极薄肉片厚度超薄 肉质柔软嫩滑 容易被咀嚼 具有独特的香气 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这个肉片呢 像它可以是百搭 那最主要都是温度的长厚 那夏天的话 我可以做成沙拉的部分 也可以做一个快炒 肉都下下去了之后呢 因为它很薄 我们不会把它过大火的去爆炒 肉已经开始转色之后呢 我会把剩下的葱给放下去 经过边香爆炒之后的葱爆猪肉 吃起来咸香够味 更加的Q弹 汆烫之后的黑猪里肌极薄肉片 搭配柚子意大利醋 做成的日式和风沙拉 清爽开胃 极薄肉片可以呈现多元的美味 但这样的极致刀工 制作复杂精细 难度很高 有本土连锁超市 有提出这个想法来找我们合作 以我们现有的设备来做一个试作 它的回温效果一定是要非常的精准 要不然它在切片的时候 它会容易破我们的损耗 我们的成本 就整个会被拉得很高 一定是要固定的来请机器厂商 来这边做固定的磨刀 刀不够力的话 也会加剧它的这个损耗的增加 为了给消费者更加的口感体验 生产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面对损耗也得自行吸收 尽管如此 肉饼的来源把关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们在我们收获科那边 会做一个最基本的外观上的检查 检查它的外箱有没有破损 然后标签标示那些有没有正确 那黑猪里肌肉跟特选白肉都是来自本土台湾 那都是经过CAS合格认证的厂商 澳洲股市牛就是来源是澳洲 那它本身是经过台湾政府的海关的所有的合格检验 包含了动物用药啊等等相关的合格检验 才能够进来台湾 严格确保食材来源之外 工厂每天都会把肉品送到实验室检验 并抽检各项产品 委外第三方单位检验 以确保卫生安全无余 肉品保存上也做到全程低温保鲜 从原料进货的时候 我们的品管人员就会下去做进货的检验 抽取他们的原料进到我们实验室 去做所谓的微生物残留 然后跟致病的菌种检验 然后跟那个动物用药残留 我们的冷冻仓储内部 一定是全程-18度C以下 产品来说一定都是用真空包装的方式 真空带让它避免空气的接触 那这样能够更延长它的保存期限 经过层层把关的肉品 不论是黑猪里基极薄肉片 或是特选白肉虎锅片 还是澳洲古四牛梅花虎锅片 消费者在本土连锁超市 都可以买到 透过简单烹调方式 尝到变化的美味 白肉的部分呢 我现在会把它做成火锅 那因为接下来可能冬天到 我们就会吃麻辣锅啊 蔬菜锅什么 只要任何的 只要汤水类的火锅都可以试用 然后白肉它就是比较油脂 会稍微厚一点 这个就比较正常的烹调就可以了 澳洲古四牛的部分 我就是会把它做成一个冬饭 冬饭完了之后呢 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卷面包的模式 在家夏天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小孩子随时就可以吃 特选白肉火锅片 饱满的油花在热汤中融化 散发出浓郁的猪肉香气 增添汤底风味 澳洲古四牛梅花火锅片 油花分布均匀 营养丰富 肉质鲜嫩弹牙 各种火锅肉片 不论是汆烫 热炒 中式或是西式 搭配四季 发挥巧思 您也可以是家里的小小厨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